极乐世界 群心思思无碍发解 一度想起 小大相容 大中有小 小中之大 广流相辱 重重无间 超情历见 这四个词重要 超越世间的情职 离开错误的 看法想法 言语道端 不可思议 心思路觉 故不可思 言识不能及 又言可成量 故意无能成量 意思说得好 啊 重重无间 在那里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眼前所见的像 是幻想 是生灭想 这个四世真相 要真懂得 为什么 你才能 做到 超情历见 超情历见 就很容易放下了 我们今天 放不下 就是一个琴 一个贱 没办法超越 没办法离开 问题 问题就扣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这个时事 逼着我们 如果我们不超前 不理解 我们就晚了 就得继续搞六道轮回 这行吗 如果对于六道轮回 真的 有高度 拯救性 我不想再干了 那这个把琴剑放下 这就是第一 修心条件 不走这个路子 就不能成就 要想成就 非走这条路不够 不抄也要抄 不离也要离 用什么方法 修菩萨 我们的情职 是少数人 像菩萨一样 菩萨情职 是一切有情众生 我爱一切有情众生 我把我的身体 奉献给一切有情众生 为他们服务 帮助他们 破密开悟 利苦的路 真正落实呢 那就是学习经教 学释迦牟尼佛 一生 讲经教学 这就是感知的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做出 最好的朋友 我们向老人在学习 特别要学习 他的生活习惯 才真能成就 那我们今天 学佛的道路上 三个人 不能离开 一个是佛陀 阿弥陀佛 不能离开 常常想着 放在心上 第二个 老师 不能离开 老师不在 也念念不忘 第三个 护法 不能离开 阿 没有人护持 我们什么事情 都不能办 阿 护法说 照顾我们的 日常生活 让我们没有牵挂 没有忧虑 安心 半岛 才能成功 我们把 功德 回向给他 我这个小房间里 就是供的 三个老师 供的阿弥陀佛 供的护法 这又我们有恩 年年不忘 互发不简单 互发要认识 这个人可能成就 就全心全力帮助他 不能成就 就不必了 绝对不是盲目的 无能成量 这是 赞叹 极乐世界 赞叹到基础 阿弥陀佛 我们往生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又是我们的老师 又是我们的老师 又是我们的护法 真难得了 一直护持我们的臣服 功德圆满 功德圆满 可今 极乐世界 为佛与佛 方能就近 阿 真正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点点滴滴都清楚 那只有佛才知道 我们成佛就知道了 菩萨不信 一切众生 尚知 耳知 忠知 居 天眼知 一切大小 凡甚 众生 皆不能 进遍其 色相 光相 明素 一般人做不到啊 更何能 终为 宣术 古云 又能 辨其 色相 光相 明素 总宣 说着 不去拯救 这是真正 不可思议 我们赌这个钱 在一起学习 在一起学习 目的 增长我们的信心 激发我们 坚固的远行 我们的真感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就是真感 释迦牟尼佛 全部的财产 在身上 三亿波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们今天 活在这个世界 要常作 如实观 所有的 不放在心上 等于没有 不为这个事情 操心 不 不惯念 这些东西 一心 惯念 极乐世界 一个念头 想往生 极乐世界 这就对了 那报复的恩 就是 宣扬 见头 让别人 认识 见头 性 见头 发愿 求生 见头 真正 报复恩 啊 啊 尼 陀佛 阿弥陀佛